狮子、狐狸与鹿 狮子生了病,睡在山洞里 他就一直与他亲密要好的狐狸说道 你若要我健康,使我能活下去 就请你用花言巧语 把森林中最大的鹿骗到这里来 我很想吃它的血和心脏啊 狐狸走到树林里 看见树林里欢梦乱跳的大陆 便向他问好,便说道 哎呀,我呀,告诉你一个喜讯 你知道吗,国王狮子是我的邻居 他呀,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 他正在考虑森林中谁能继承他的王位 他说,野猪最愚蠢无知 熊懒斗无能 豹子嘛,暴躁凶恶 老虎,骄傲自大 哎呦,只有大鹿才最适合当国王 鹿的身材魁梧,年轻力壮 他的脚是蛇惧怕 我何必这么啰嗦呢 啊,你一定会成为国王 这个消息是我第一个告诉你的 你将怎样回报我呢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我劝你快去为他送送吧 经狐狸这么一说,鹿给搞糊涂了,便走进了山洞里 丝毫没有想会发生什么别的事情 狮子猛然朝鹿扑了过去,用爪子撕下他的耳朵 鹿拼命地逃回树林里去 狐狐狸辛辛苦苦白忙一场,他两手一拍,表示毫无办法了 狮子忍着饿,叹息起来,十分的傲丧 狮子请求狐狸再想想办法,用脚技把鹿再骗来 狐狸说 哎呀,你吩咐我的事太难办了 但我仍仅劲力地去帮一办吧 于是,他像猎狗似的到处秀 寻找鹿的脚技,心里不断地盘算着坏主意 狐狸问牧人是否见到了一只带血的鹿 他们告诉他,鹿在树林里 这时,鹿正在树林里休息 狐狸毫不羞耻地来到他的面前 鹿一见狐狸,气得毛都竖了起来说 哼,坏东西,你休想再来骗我了 你再靠近,我就不让你活了 你去欺骗那些没经验的人,叫他们做国王吧 狐狸说 哎哟,你怎么这样胆小怕事啊 你难道怀疑我? 怀疑你的朋友吗? 狮子抓住你的耳朵 只是垂死的他呀 想要告诉你一点关于王位的忠告与指示罢了 你去年那衰弱无力的手抓一抓都受不住 嗯,现在呀 狮子对你非常生气 要将王位传给狼了 哎呦,那可是一个坏国王啊 快走吧,不要害怕 我向你启示 狮子绝不会害你的 我将来呀,也专门的伺候你 狐狸再一次欺骗了可怜的鹿 并说服了他 鹿刚一进洞 就被狮子抓住饱餐了一顿 并把他所有的骨头 脑髓和肚肠都吃光了 狐狸站在一旁看着 鹿的心脏掉下来时 他偷偷地拿过来 把他当作自己辛苦的酬劳吃了 狮子吃完以后 仍在寻找鹿的那颗心 狐狸远远地站着说 哎呀,这个鹿啊真是没有心 你不要再找了 他两次走到狮子的家里 送给狮子吃 怎么还会有心呢 这故事是说 有些人不虚荣 不便真伪 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